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华盛顿召开的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他就表示新时代当中中美两国网络安全总体向好稳步向前 但同时遇到坎坷 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共识大于分歧 合作多余争端 华伟在演讲中表示 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美网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 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的未来 纵观20年中美互联网交流发展史 中美双方尽管存在一些分歧 但共识大于分歧 合作多余争端 我们可以有分歧 但我们不能没有沟通 我们可以有争论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信任 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 也不能被扶人遮掩 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 去细细地观望 卢伟还就中美互联网交流 提出了五点主张 一 我们彼此欣赏 而不是互相的福利 第二 我们互相尊重 而不是对立的指责 国无大小 都是平等的 在网络空间 我们应当彼此尊重网络主权 彼此尊重 对互联网治理模式的选择 彼此尊重 在网络领域的重大关切 卢伟指出 第三 是要共享共治 而不是独善其身 第四 是沟通互信 而不是相互猜疑 第五 是合作共赢 而不是零和博弈 另外 卢伟表示 中国互联网发展 二十年以来的实践证明 凡是在中国赢得市场 赢得用户 赢得效益的外国企业 无一例外都尊重中国的市场环境 和法律法规 特别是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的 鲜活案例告诉我们 选择了尊重 就能把握机遇 深深地融入中国互联网 创新发展的洪流 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选择了对立 就会偏离轨道 把自己孤立 最终被市场抛弃 陆维在致辞中表示 中美互联网关系有信心 但是却缺乏信任 他用中国古代典故 疑人偷福来强调信任的重要性 如果带着偏见来看待他人 真实也会被误会为虚假 美好也会被幻化为丑恶 凤凰卫视 王宾如 黄卓 华世纹报道 另一方面 加拿大国防部总参谋长劳森 与温哥华与族裔媒体 进行了座谈交流 他就表示加国与盟国共同 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 空袭行动已出见成效 劳森表示 目前在伊拉克 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 空袭行动 战略主要为通过空军力量 疏散该组织 从而阻止其 对伊拉克各城镇造成的威胁 同时为伊拉克陆军提供训练 以抵抗袭击 并协助该国建立更加健全的政府 加国总理哈珀在今年10月宣布 加入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空袭行动后 加国曾两次发生针对军人的袭击案件 其中包括国会山枪击案 不过劳森就表示 两次袭击均为个人作案 并未对加国安全造成大规模威胁 劳森还表示 目前加国军队成员多元化 共有超过100个工种 政府为军人及家庭提供良好待遇及服务 他呼吁年轻人踊跃参军 为国家贡献力量 凤凰卫视祖克勤李东尼温哥华报道 由加拿大枫叶出版社主办的 华裔画家彭国全油画展 日前在温哥华举行 作品主要是反映华人移民的生活经历 加拿大华裔画家彭国全油画展 近日于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拉开帷幕 画展以感恩与守望为主题 共展出超过70幅作品 彭国全曾为中国四川省成功企业家 他表示自己的创作多数为创业及移民后生活经历的 直接展现 宣传一种生活 就是作为我们不管年龄大小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理想 给报复 去实现自己的梦 把加拿大温哥华这么多华人 大家都应该 要么以我做起 就是在这一生 你走的那一天 你觉得你不遗憾的一件事情 画就刚刚讲的非常投入 画的人是他很感兴趣 他很喜爱的人 人在画的时候充满了感情来画 从这一点上来讲 应该是很成功的 视觉艺术家克斯提就认为 尽管彭国全并未经过专业训练 但作品中流露更多的是 自强不息的艺术精神 而这也成为其写实作品的特点之一 彭国全表示 移民后的生活并未让自己松懈 从事绘画艺术是自己曾经的梦想 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及作品展示 为新移民带来实现梦想的动力 凤凰卫视祖克勤李东尼温哥华报道 专为大温哥华地区受家暴影响的妇女 以及儿童提供庇护居所的 展望社会服务中心 日前举行慈善筹款晚会 计划筹款15万家元用于慈善永途 筹款晚会吸引了几百位各界人士参加 主办方表示 在加拿大有五成的女受访者说 曾经遭受家庭暴力 而在BC省更有八成的家暴受害者是女性 大会安排芭蕾舞 独唱 钢琴演奏 以及时装表演等等 现场更特设无声拍卖活动 供参加者竞标 捐两万块钱的话 我觉得也是 这是我来加拿大 等于说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刚刚是Landing 然后我觉得以后也会 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 我在我的学校里 在维多利亚 我对这个woman shelter 就是对这些事情 也是有一定了解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受虐妇女目前能够得到的 来自政府的资助 只是入住短期的临时庇护中心 而在列治文市 暂时还没有中转房屋 希望今次我们筹了一个款 好像目标是15万 能够帮他们建立一个第二个家 令到他们有一个第二个家 有一个地方可以居住到 很有意义 在华裔人口过半的列治文市 每年需要用于帮助遭受 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 新建临时庇护所 就需要从社区筹集至少50万元 而在圣诞假期来临之际 也希望民众您可以奉献爱心 帮助有需要的人 富凰卫视 武警苏一恒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温哥华迎圣诞重头戏之一 市中心的罗伯逊广场 免费露天华冰场 本周正式开放 2010温哥华冬奥期间 广受欢迎的 罗伯逊广场 露天华冰场又回来了 尽管开幕当天 遭遇到强低温天气 还是吸引了大批小朋友 到场玩耍 即将代表卑诗省 角逐2015年加拿大冬季运动会 15岁的Stephanie Devin 现场露上了一手 并表示自己志在夺冠 而队友Mafiel Light的表演 也获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如果真的想要做什么 就做它 别害怕 它会不错 滑冰场 你会获得了 冰刀 对男人的舞蹈 对冰刀 对第二次 滑冰场免费对公众开放 直到二月底 现场并提供 冰刀和安全帽的出租服务 12月7号星期天 圣诞老人还会来到现场 和大家合影 凤凰卫视 武警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好 先来看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小包 老人 欢迎回来来看 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 昨日在塞拉利昂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 称赞塞拉利昂政府 制定了良好的计划 对抗埃博拉疫情 并且再次修订了埃博拉数据 死亡人数是5987人 比上周末公布的数据 减少了1000人 负责紧急情况事务的 世卫官员表示 他承认塞拉利昂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病床 给予所有的埃博拉病人 不过他称赞塞拉利昂政府 有良好的计划 能够在数周内 增设多个社区医疗中心 隔离埃博拉患者 有效的抑制疫情蔓延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中北部 周一发生三宗连环枪击案 共造成四人死亡 警方怀疑行凶者来自同一名枪手 经过数小时的追捕后 最终在一辆货车内 发现39岁的遗凶肯特的尸体 怀疑其吞枪自杀 警方核实了部分枪击案的死者身份 其中一名受害者 39岁女子伯克希 曾于上个月一宗家庭暴力案中 控告枪手肯特 案发时阵风感恩节假期结束 当地恢复上课 枪击事件使得当地学校封锁校园 但西弗基尼亚大学则表示 并未受到枪击案的直接威胁 在网购星期一当日 零售商纷纷推出了折扣信息 和免运费的优惠 预计数以万计的消费者 在繁忙的感恩节周末后 在网上继续消费 而早期的报告则显示 今年网购星期一当日的销售额增幅 并不如前几年 根据有关分析报告显示 截止到昨日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年网购星期一的销售额 比去年上涨了仅8.1% 但是去年网购星期一的销售额增幅 则达到了20.6%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在明年1月1日起 正式推出新的快速通道移民系统 移民部长亚历山大表示 新的系统针对的是就业市场需求 审批速度更快 据悉只要联邦技术移民 联邦技工移民 或者加拿大经验移民 都可以通过快速通道系统进行申请 所有申请人将以比分方式来进行筛选 分数越高者得到移民资格的几率也越高 申请人如果获得合格的雇主聘书 或者获得省提名计划 得分将大幅跃进 所有送件的档案将会储存在人才库 储存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 但是每年都可以进行重新送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了 看一组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继今年4月深圳海关打击粤港两地车牌 货柜车走私进口柴油后 11月底再次捣毁三处涉嫌走私成品油的窝点 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海关发现这类犯罪的窝点 已经从深圳郊区转移到闹市区内 据悉这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2名 缴获16000升非法柴油和50万交易赃款 随着一波冷空气南下 内地各地都出现入冬以来的新低温 预测多地还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黑龙江东部连日暴雪 导致多条高速全线封闭 部分路段积雪深度超过30厘米 内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降温幅度达到8至10度 不过中央气象台表示 这波冷空气的降温强度明显减弱 部分地区气温已经开始缓慢回升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遭遇空前挫败 行政院长江仪化和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泉 第一时间下台 事隔4天 马云九二号终于在党内中山汇报上口头表示 身为党主席要向所有支持者道歉 将会在周三中场会上辞去党主席职务 而原本应该代理主席的副手吴敦毅 却早已不请辞 并表示不会参选党主席 希望未来有新人接棒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五号市场 在星期二的走势状况 星期二美股早是开盘 呈现了一个小幅 高开之后 全天都是窄幅高位盘证 虽然是在昨天股票市场 出现了一个负面走跌的趋势 但是在星期三 似乎建筑支出的数据 支撑了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尽管是油价持续出现下降 但是能源相关类股还是出现反弹 所以三大指数还是以上升做手 而且标准PRO500指数 走出了十月份以来 最好的一个单日升幅 另外知识大市出现走高的 要算是深化股以及保健股 深化股主要是受公司收购 和合并的消息支持 另外两位在联储 相当有影响力的官员 纽约联储银行行长达德里 以及联储局副主席费哲尔 分明在昨天两个不同活动上表示 目前不断大幅下跌了油价 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支出 都是相当正面的消息 所以在明年中的时候 有可能会考虑提升联邦基金利率 市场并没有为这个消息 受到负面的影响 而是根据这个消息 看定美国经济前面的正面的上升 虽然油价出现走跌 但是能源类股有经常表示 是因为跌幅过深 而且速度过快 有投资人趁低入场 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还有新型股基金公共的 美国劳工就业数据 投资人一期劳工就业人数 可能会在11月份 是增加了23万人 而且失业率会降到5.8% 当然最后看数据出台之后 是不是复合市场预期 不过总的来说有些趁低入场的情绪 星期二环境股票市场 开盘之后走势 一直是比较甚深乐观的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峰回市旁这 永烈报道 好 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三宝 三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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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